現在教大家做一個檸檬塔 檸檬塔 大家 好來 今天教大家做檸檬塔 食材很簡單 但是它非常費工 麵粉啊 糖粉啊 奶油啊 我們都是要從冰箱拿出來才能用 那我們先做塔皮 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糖粉 全部過篩 奶油 然後我們把它倒進去 蘸一下麵粉之後 如果家裡有這個 金蟑螂 有的話就用 沒有的話就不用 那它兩種粉的特性就在於 蔬中帶脆 好 我們派皮我們用的是糖粉對不對 你的口感會綿密一點齁 用成這樣子 有點像奶粉色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齁 這時候我們加蛋 冰個蛋 就打進去 我們讓它混合一下 來 我們怎麼樣分辨它好了齁 其實你就是拿一坨進來 你捏一下 它會黏在一起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樣就好了齁 然後這次我們拿保鮮膜 讓我們拿去冰齁 至少六個小時 更好的話 你前一晚上做好 它口感會更好 冰的同時我們要做內餡 那它的材料就是蛋 檸檬 奶油 有加黃檸檬嗎 都可以 黃檸檬 藍檸檬 綠檸檬 綠檸檬 或者是萊姆都可以 沒有差別 因為 我就知道了 對我來說它只是酸度上的差別而已 最重要的是檸檬的香氣 檸檬皮我大概會準備三顆啦 盡量不要用到它白色的地方 我們就換邊瓜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讓砂糖 跟這些檸檬皮 去用手的油脂跟熱度來搓 香氣可以更濃郁 一定要用指尖 好了 我們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你注意看 要混合了對不對 聞一下 很香 沒有嘉明的味道 你放在那裡 然後接下來就是檸檬汁 檸檬一定要讓它揉一下 用手擠就好了 不用擦擦汁 因為我們把它用軟 然後我們把糖加進去 攪拌的同時我們把蛋打進去 我們打一打就好了 把它混合 好我加一點點的香腸筋 因為我要去它的蛋腥味 混合之後呢 我們起一鍋水 給水加熱 我們要讓它煮到78左右 我們就要關了 好我們現在等它的時間呢 我們來做一下派皮 我們派皮從冰箱拿出來 對不對 先對切 我們這邊撒一點麵粉 大概把它擀成一個銅板的厚度就好 擀好對不對 我們用擀麵棍 擀起來 我們壓緊實一點 然後我們這時候拿叉子搓一下 這邊再看一下喔 六十幾度了 我們開始攪拌它囉 然後它越來越濃稠 有沒有看到 好這邊的熱度已經夠了 然後我們讓它冷卻一下 六十度左右 我們再把奶油加進去 然後這時候我們來用這邊的 沒有烤石的話用紅豆綠豆就可以 一百八十度烤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拿起來 刷一下蛋液 再烤五分鐘 來這時候我們加一點點的煉乳 我們奶油分次慢慢加進去 那奶油注意喔 奶油要室溫喔 我不會讓它的口感更細緻啊 我會用均質機 讓它打得更細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把它過篩 那吃起來的口感會完全不一樣 這烤好了喔 看到沒有很漂亮喔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放進去 這個的話你至少還是要冰個大概三個小時 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的關係 冰一下下 但是沒辦法冰到三個小時 我們檸檬塔已經冰了喔 我現在拿出來 好來 試吃喔 這個酸啊 讓你很舒服 然後它的塔皮那個甜度啊 中和剛剛那個酸味 好神奇喔 這到底誰做的啊 好 每時候一樣可以換一半吧 哈哈哈哈 反正以為我剪掉喔 奇怪喔 我不能講爽的喔 今天 教大家一個 看似簡單的 非常複雜的甜點 回去一定要試 試試看 我老婆會愛人 好 你摸完蛋了 好 好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